今天我们来学习制作动态IG贴图及文字建层效果。 首先选择IG贴文、方形。 然后我们用台湾之光珍珠奶茶来做我们今天的示范。 在左边选择元素,然后在上方输入栏输入,包包。 点选查看全部,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图。 将图片调整至适合的位置及大小。 你也可以查看左边的设计中有没有适合的模板可以采用。 接着我们改变背景颜色,点选底图。 点选上方背景颜色,看望会显示图片中所使用的颜色,让您方便选出协调的颜色。 接着我再多加几颗珍珠,让画面看起来丰富一点。 再来我们使用应用程式中的文字键层工具来制作图片标题。 选择Type Gradient这个工具。 点选开启。 在上方Main Text输入您的文字后,下面Preview会显示文字效果。 这里我们将文字改成包包。 这个工具提供很多Conlock本身没有的字形,您可以尽情地使用。 选好之后按返回箭头即可。 当然你也可以改变间层颜色的配置。 点选图上的圈圈就可以开始调整颜色。 预览中还有一条轴线,可以用来改变间层的方向及角度。 调整至满意后就可以点选Add to Design,将设计好的文字加入图片中。 加入后我觉得字形与图片不匹配,我们再来稍作修改。 这个字形库中有一个很可爱的BoboCop字形可选择。 选好后在预览画面中确认是否需做调整。 满意后就按下面Update Elements按钮更新。 接下来我还要加入动态贴图,让这一个贴文更具吸引力。 点选左边元素,然后在上方输入栏输入Blob Stickers。 您可以点选输入栏旁边的设定按钮,点选动画。 查看有哪些动画选项。 选择喜欢的动画贴图。 将动画贴图位置移至最后当成文字的背景。 调整图片的大小和角度。 制作完成后可以看到右上方显示影片描述。 我们点选分享来下载。 请注意下载时选取影片选项,才能够呈现动态效果。 喜欢今天的教学吗? 请订阅、按赞、留言加分享。 您的鼓励是我继续制作的动力。 谢谢观看。 。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